都不能让理性问证取代暴力冲突 三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这次报道当中我们还原在昨天这个冲突的场面了 因为会议主席赵立元他是在冲突当中昏倒送医 但是民进党立委点名 这是国民党的立委林苍敏 要赵立元假装昏倒 甚至林苍敏在冲突的过程中还说 倒了去 让他倒了去 难不成赵立元昏倒是假的 今天我们来看重回现场来看看 究竟当时昏倒的现场 是不是真的如媒体所说的 为入身蓝台案蓝绿报冲突 你来我往混乱中 更在主席赵立元旁的林苍敏突然来了这一句 就这么巧 棒猴斗一说完没多久 赵立元果然整个人瘫乱下去 就是这样的场景让绿营质疑主席昏倒有造假嫌疑 所以我们都害怕不敢讲 然后真的是老天有眼 让这一句话让媒体拍到 所以很清楚的 到底这整个过程谁在演戏 甚至谁在配合中国演戏 这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是啊 怎么办 好像是他要喊都喊不出来 说你这样放轻松一点 你不要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恶意去宅账 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 面对媒体追问第一时间 林苍敏似乎有点手足无措 一个小时后在党团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林苍敏态度大转变相当强硬 那时候赵立元已经一直讲不出话来 后面他有一个椅子 我们被挤了一直推 我跟他讲说你干脆做着好 你民进党挑衅怕人发挙人 林委员前后说法似乎不太相同 但同党同志还是跳出来强力护航 这些务员说赵立元委员到那里是假 你们到底你们的良心是要告假意 刹燕文主席 你拜计要评论了 你评论的时候 我用交代位把你的嘴巴封起来 我再来讲刹燕文 你讲话口齿不清 难道暴力小英又要存出江湖吗 冲途隔一天 蓝绿人就有隔空交火 三星文最后报道 好我们在场